像这样肥擦 我们怎么开啊 因为美肉它天然就有纹路了 比如肠炒的 你不能这样开 所以你就这样 你这样开 一般我们两公分自首的 把它开成20公分左右的长条 长条开完 放水里冲 冲到表面发白 冲泡的东西就够了 然后在水里呢 我们要再用冰水浸泡三个小时 让它肉质放开 收回去 这样的肉的纤维就会变得很软 按照三斤的比例来算的话 这是三斤肉的比 1.5红斤肉的比 5克 60克 叉烧酱100克 猪猴酱40 海鲜60 排骨酱50 南乳汁70 顶风的啊 生抽20 玫瑰露酒 60 两个鸡蛋 蛋抽 把它搅开 最难搅的其实就是花生酱啊 最后一波20克的汤 这个是旺酱 这个是旺酱的还是有点过酱 这个是旺酱的还是有点过酱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开始从浅到生了 越来越红 它融合了 两盖子玫瑰露酒啊 再腌十分钟 酒啊 倒掉啊 完全在里面挂好 拿过去 切要每一条都要有 一定会漏掉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酱放进去 再拌 肯定会漏掉 上一小时啊 这昨天我腌好的叉烧 对 你要站在上面啊 你没有 你还要这么吊起来 还要吊起来 你不吊起来 没法烤的 叉烧要厚一点啊 叉烧不能低于两 外面有很多叉烧是什么低于两公分的 低于两公分叉烧不能用 太薄了 有风扇就用风扇 没风扇也无所谓的啊 然后我们先烤 两百度先烤二十分钟 它的边缘开始有一点点的解壳了 它的油脂就开始往外冒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存 既要油脂出来 又要让它浮在表面 所以到了二十分钟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要用酱料 再浇一点 重新淋一下啊 再淋一下 外面那种颜色很红的 你们要当心它放的是红麴粉 淋上去 至少你要浇到上面啊 你让它淋没关系 但是颜色要上去 好吧 好 好 好 我们继续 再烤十五分钟啊 温身不变 好 好 插头的颜色已经深了 看到吧 旁边的胶边出来的看到吧 黑颜色的胶边 好 然后呢 我们拿过去 烤个 这个麦亚糖的比例是多少呢 二比两分水一分一分麦亚糖 标准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一下 四十多温水调 那调完以后就这样啊 一毫米的薄层 流动速度很快 一米的长线 最后一步啊 就挂糖 其实挂糖呢 挂糖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不能刷 不能刷 最好的方法是往里泡 轻 轻 轻轻 表面起小泡了 你有没有看到 表面那个表皮 它其实糖在做反应 水分已经没有了 水分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已经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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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外面脆脆的声音 嗯 这个就是叫肥叉烧了 这个就是叫肥叉烧了 趁它没有冷掉之前 一定要滚烫的时候刷 滚烫的时候刷 它就全部不在表面了 叉烧做完了